有位朋友说他经常失眠,导致现在对睡眠产生了恐惧的心理,一躺下就会担心自己睡不着,结果呢越害怕就越睡不着。 那相信很多失眠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,或者是这种恐惧的心理。 今天呢,给大家知个小妙招,让你能够克服这种恐惧,睡个安稳觉,这个方法非常好学。 首先在家中,我们躺下平躺在床上,然后你的双手呢,放在自己的腹部,肋骨的下方,这个位置大约是干净,七门穴所在的位置,然后呢,左右手交替轻轻地拍打自己的腹部,力度要轻柔,以自己感觉到舒服为主,拍打的速度也不用太快。 就这样交替着一下一下地去拍,是不是感觉很像母亲,哄婴儿入睡的那种拍打啊? 就是这样啊,现在呢这个婴儿,就变成了我们自己。 你可以想象着,自己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。 母亲呢,用双手轻轻地拍打着你,你在一个非常静谧的房间里,睡在摇篮里,身上还有微微的风吹过。 在这个拍打的过程中,你能不能睡着并不重要,如果你能够学会享受这种宁静。 享受这个拍打的过程,那么对身心呢,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治愈。 拍着拍着你会觉得啊,你的双手就越来越沉。 两个手慢慢地变成抬不起来了,速度也越来越慢。 这说明你的大脑呢,越来越放松。 当你实在抬不起来双手的时候,你就敢用自己的食指啊,两个食指来敲击。 一左一右敲击,那食指的敲击,也会越来越慢。 最后你感觉仿佛食指也变得非常沉了,慢慢地这个手呢就不动了。 但是这时候呢,你的脑海中,仍然会保持这种拍击的节奏,越来越慢,越来越慢。 慢慢地自己就放松下来,就静下来了。 慢慢地就回归到自然的这种,身心的节律,然后进入到一种很松静的状态。 睡意慢慢就来了。 然后,我们一定要顺其自然就是入睡。 咱们轻轻拍打气门啊。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不断地疏干礼气。 你一直轻轻地拍慢慢地拍,直到自己气顺了,身心都很舒服了,也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 但是在这种拍打的时候呢,我们要记住啊,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 不要想着我拍100下,或者拍200下就要睡着。 我们就当这种拍打呢。 它只是一种放松的方法,只要你能够达到这种身心的放松,就足够了。 天气转凉之后,有的朋友皮肤会发痒。 咱们的皮肤,别提有多受苦了。 晚上睡觉前呢,就会在被窝里挠痒痒。 关键是,越挠越痒停不下来的节奏。 皮肤啊都能挠破,这种情况呢,在中老年朋友身上,好像更加的明显。 挠起来呢,还会飘白色的雪花,还会留下一道一道的红印子。 很多朋友说呢,每天喝了好多水,也抹了润肤露,感觉都无济于事。 今天呢,给大家介绍两个止氧学,能够缓解你的这种痛苦。 大家来跟我找一下止氧学的位置。 第一个止氧学叫做血海。 我们在找的时候呢, 把一条腿踩在一张凳子上啊。 大腿和小腿,这样成一个90度的夹角。 然后呢,我们把自己的左手手掌掌心,放在自己右腿的膝盖上,倒着去放。 直接呢,朝向自己的身体这样放。 掌心呢,刚好顶在你的膝盖上。 这样你的大拇指指尖的下方,这个位置就是血海穴。 那么大拇指呢,和你的这个食指中间大约是乘一个45度的夹角。 这样呢,你的指尖刚刚好点的位置,揉一下非常的疼痛。 最痛的那个地方,就是血海穴的位置了。 另外一条腿定位的方法,也是一样的啊。 用右手去定位左腿的血海穴,指尖下方,就是血海的位置。 如果大家怕自己找得不准确啊,你就在这个周围附近去揉一下,探查一下。 最痛的那个点,就是血海的位置了。 用拇指的指尖,去二揉左右两腿的血海穴,每一边三分钟。 血海是我们气血之海啊,那么气血物质充足的范围巨大如。 海所以起名叫血海,它是皮筋上的一个重要穴位。 能够化穴为气韵化皮穴,具有活穴化穴,补穴养穴。 银穴龟精的很多根穴有关的作用啊。 穴虚的人呢,因为他身体血液不足,会导致我们身体呢,不够滋润。 皮肤干燥的情况会非常严重。 所以呢,咱们要补穴养穴。 皮肤滋润了,就不会再干养脱皮了。 日常我们用它那暗柔就可以了。 但如果会爱酒的朋友,还可以去进行温和酒。 一周酒上一到两次,通过温通筋落羊血活血呢。 身体的气血,就会更加充足。 除此之外呢,皮肤比较干燥啊,抓一下就会飘雪花。 干得出现鱼鳞的朋友们。 平时呢?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穴位,叫蜂龙做穴,来给皮肤补补水。 蜂龙穴是我们,主要命味精上的一个穴位啊。 它可以调通我们的胃气。 让这个气形进步,就是精液不满身体。 皮肤就会得以滋润。 后学不是很好找啊。 大家跟着我,一步一步地按照步骤来找。 首先呢,我们找到自己小腿外侧,有一个吸眼。 还有一个脚踝这两个点啊。 吸眼在我们膝盖的外侧下方。 这个凹陷处,这里叫做吸眼。 脚踝外踝骨。 找到它的外怀肩。 在这两个点上,咱们来连一条直线。 连一条直线。 之后,我们再找到这条线的中间点。 中间点之后呢,你再找到小腿的颈骨。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大骨头,跟刚刚的中间点齐平。 好连一条线。 距离你的小腿前侧颈骨啊。 两横指这个位置。 在这这个地方呢,就是蜂龙穴的位置了。 在这个位置啊,距离我们小,腿颈骨的前缘有两横指。 所以大家在找的时候呢,按照我们讲的步骤,一步一步地去找。 先确定外线外怀肩,再连一条线。 确定它的中间点。 再找到你的小腿颈骨的前缘。 然后呢,距离它两横指这个位置,就是蜂龙穴了。 左右两条腿,它定位的方法呢是一样的。 大家找到之后,平常我们去按揉蜂龙穴,或者会爱酒的朋友呢? 爱酒蜂龙穴都是非常好的。 按揉的时候,就用自己拇指的指尖按住它。 已出现这种酸胀感维度啊。 轻轻地旋转按揉力度不要太大。 每一边每一次都按揉三分钟就可以了。 不要按的时间太长啊。 我们一天呢,可以去按揉两到三次。 而且洗澡水不要太热太烫。 过热过烫的洗澡水,不仅会使皮肤更加干燥, 还容易造成皮肤损伤。 所以啊,有些朋友会觉得,在洗完澡之后, 皮肤的这种滋养感,感到加剧了。 就是因为洗澡水太热了。 好了,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大家。